科技犬扭牛 鬼喉鬼叫猛抓门 原来是看比熊犬欧元 玩太嗨 等不及了 别紧张 这不就换你了吗 一次一只轮流完 不走团体同乐路线 因为旅馆开在市中心 他们发现 都会狗狗不一定喜欢交朋友 我们客人大部分的狗狗 都是真的蛮宅的 他们就是选择说 希望他的狗狗可以自己玩 不要跟其他的狗狗接触 因为他觉得他不是狗 他是人 既然是宅狗 室内游戏区最好玩 这里从入住到退房 狗狗都不出门 不像其他旅馆去公园遛狗 还有安全和卫生考量 想要做到零风险 虽然是台湾独 就是第一间把狗房圈水洗的 我们房间里面都有自己走一些 就是当初设计的一些排水系统 然后狗狗出来玩的时候 我们里面都是做一些刷洗动作 然后刷洗完之后 我们还会照射就是紫外灯 就是让整个房间空间是全面的 杀菌跟消毒这样 也别担心 只顾安全卫生 会把狗狗闷坏了 看比熊犬欧元这么疯 今天的运动量 应该绝对足够了